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主日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我们的李牧师 还有师母 还有我们教会的会员 我在这里祝大家假期愉快 今天我的早晨讲到的题目是 圣诞节为何如此特别 社区里面可能有人会这样讲 家庭 能够看到孩子们的笑脸 通过彼此互相赠送礼物来表达爱 假期 节后的大采购 还有那个板球比赛的重大赛事 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讲 圣诞节也会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有的人甚至需要为这个付上代价 最近这些年来日本开始庆祝圣诞节 而且变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节庆日 他们放上这个漂亮的装饰 圣诞节的装饰 他们彼此交换礼物 他们互相赠送卡片 他们甚至有圣诞树的装饰 他们甚至有这个特别的圣诞节的甜品 就是那个图片里面看的那个白色的蛋糕 他们甚至有这个也会谈论到 这个圣诞节的这些人物 圣尼克啊 鲁道夫啊 雪人啊 有的时候他们把圣诞老人装饰成 这个日本武士的形象 在那个图片里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给予了圣诞节特别的意义 不管你是认为是好的 还是有点调皮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日本人称清楚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做的 就是他们不会将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问你 这个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节日吗 据我们知道 只占人口0.5%的日本人是基督徒 那你认为他们是从哪里得到 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圣诞节的 这样一个模式呢 一个没有基督耶稣的圣诞节呢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样一个想法 这样一个没有基督耶稣的圣诞节 我认为他们是被圣诞节这种浪漫的气息 这种闪耀的各种装饰的这样一个东西 被吸引而来 他们接受了圣诞节所有的一切 唯有属灵的他们没有接受 有的时候在我们澳洲 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种趋势 有的时候让我感到很难过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家幼儿园的人们 可能为了怎样排演圣剧 排演耶稣诞生而争吵 有的时候购物中心只是祝福你们节日快乐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 区政府在举办圣诞歌运会的时候 会把教会排斥在外面 只是因为教会有太强的宗教背景 圣诞节的核心不是家庭 美食 美食 节庆 尽管这些东西也很美好 圣诞节也不是送出礼物 它的核心是我们收到耶稣基督这样一份礼物 收到耶稣基督作为礼物 被给予我们 对于基督徒来说 有四大原因使得圣诞节变得非常特别 圣诞的意义 圣诞的事实 圣诞的原因 和圣诞的结果 然后我们下面要展开讲 这四点 我给出大家这四个原因 为什么圣诞节是这样特别 第一点 圣诞的意义是神来到世界 大家也许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D-Day 就是诺曼迪登陆战的那天 被称作二战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那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它之所以是一个最重大的新闻 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预示了整个二战的结束 但是相比较而言 神来到这个世界 比那个新闻还要大 当阿姆斯特朗 美国的宇航员 把他的脚踏上月球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 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但是比较 神来到世上 祂到我们这个世界上 来比较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大的新闻 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 这样来形容圣诞节 不是马槽 不是牧羊人 不是东方的博士 也不是他们的礼物 约翰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圣诞节 约翰一书九节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然后在福音书二章十四节 在福音书二章十五节 福音书二章十五节 福音书二章十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书二章十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从来就是神 耶稣自己宣称他是神 一遍又一遍在圣经里面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 那我们应该取缔基督教 因为我们把荣耀归给了一个诈骗犯 但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把荣耀归给了一个诈骗犯 各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主治的 掌权的执政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圣诞的意义 神来到地上 圣诞的意义 神来到这个世界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耶稣说到他自己的时候 是这样讲的 我在亚伯拉罕一先 就已经有了我 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 圣经上说 你见到耶稣 就是见到了神 主耶稣自己说 我和父神本为一体 圣诞的意义 圣诞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和我们住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圣诞是如此的特别呢 我们换诞篇来到下一节 是来到第二点 圣诞的事实 圣诞的事实是 道成肉身 神成为人 菲利比书二章七到八节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只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圣诞节的事实是 耶稣成为了一个 实实在在的人 不是神话 不是幻想 他不是某一个人 脑袋里面所想出来的 他确确实实实地存在过 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里面 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用到了最大的篇幅 超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神成为人 是一个确实存在过的一个人 他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他有脚 有眼睛 有鼻子 有耳朵 现在我们就要讲到 为什么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会变成一个婴孩 让我们这样设想 如果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要来和鸟类来通话 他会变成一个鸟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他来是为了和人类沟通 所以他变成一个婴孩的样式 为什么是一个婴儿的样式 为什么是一个婴儿 因为没有人会害怕一个小婴儿 如果他带着他所有的荣耀 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许人们会非常的恐惧害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来的样式就像我们你我一样 他生到这个世界上 像你我一样 是通过产道 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成长 像我们一样的成长方式 路加福音那里讲到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度 一起增长 他像你我一样成长 是那个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的 一个犹太人的形象 他一样受诱惑 他像你我一样 以各种方式被诱惑 但是他没有犯罪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可以理解我们的挣扎 理解我们的受惑的试探 他像我们一样承受痛苦 他承受过疼痛 他承受过失望 他经受过孤单 他经受过忧伤 他也有过疲劳 极度的疲乏 在科西马云园的时候 他甚至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类 所以他能够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 他成为我们的样式 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样式 神的所有的特征 通过属灵的果实的样子 呈现给我们 神能够成为我们 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 他被称作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 为什么圣诞节是如此特别 圣诞节的意义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事实 圣诞的意义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以人的方式 是以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 接下来我们谈第三点 就是圣诞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耶稣来为我们死 圣经这样教导我们说 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死 祂是为你为我而死 在圣诞的时候 谈论这个是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菲律比书二章八节说 他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耶稣没有一直留在那个马槽的里面 他经过33年的人生 他走上了十字架 他主动地把他的自己献身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圣经给了我们几个原因 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是 他向我们显示了神的爱 神对人的爱 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 神有多爱我们 圣经上有说 人类的爱没有比 把自己的生命 为了他的朋友舍去 而更大的爱 爱的最大的表达 是我们把生命 牺牲为了另外一个人 神是这样的爱我们 他是这样的爱你 爱我 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舍了 另外一个原因 圣经里面有讲说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偿还你我的罪债 这就是因着这个原因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死 来偿还你我的罪债 彼得前书那里是这样讲的 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意志 我们还记得在圣经上说 那些天使来宣告 耶稣的诞生吗 他们说不要惧怕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诞生了救主 什么是救主 我们听到人们说 耶稣能够拯救 有的人甚至拿这个来开玩笑 但是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含义呢 救赎的含义是自由 从罪里面得自由 从地狱里面得自由 从捆绑我们所有的事情里面得自由 然后我们可以自由地成为 神让我们想成为的样式 我们可以自由地打破我们的旧的习惯 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的目标 成为我们的自由 救恩意味着我们能够成为 神想让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式 圣经里面那样讲说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圣诞节就是变成了一个神 带给我们自由的这样一个象征 我自己特别想和大家分享 这些救生员 他们是怎样来拯救一个人 将要淹死的人的 我听他们这样告诉我说 他们要等 等那个淹水的人 一直意识到他不能够自己 自己已经失去所有的能力 当我们不能够放弃 我们所有的努力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爱你我 这个成为他来到世界上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为什么圣诞节是这样的特别呢 我们来庆祝 我们来庆祝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诞生为人的样式 我们来庆祝 我们来庆祝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你我的最死 能够使我们得自由 接下来我们来庆祝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点 圣诞的结果 圣诞的结果是耶稣是主 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十字架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点 十字架并不是所有 他没有被死亡困住 耶稣基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他不仅复活 而且他今天仍然活着 这个世界上有上亿的人口 在见证这个事情 Paul in Philippians 2 verses 9 to 11 says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a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ed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菲利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讲说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在菲利比书这里讲到说 因着耶稣基督谦卑他自己 所以神做了两件事情在他身上 神给了他一个名 是一个超乎所有名之上的名 他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 那这个新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 非常常见的一个男孩的一个名字 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 所以耶稣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名字呢 这个新名字就是主 这个新的名字意味着 他是我们的主人 他是我们的所有者 他掌管一切 他掌管一切 新约圣经里面有600次提到 他的这个新的名字 主 我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在COVID病毒这个大流行期间 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仍然是主 他仍然掌管一切 作为基督徒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 教给他 我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能够轻看主这个名字 我们在圣经上 我们知道在将来的某一天 每一双膝盖都要向他屈膝 有一些是自愿的 有一些是非自愿的 但是在那一天 每一双膝盖 万膝都要向他下跪 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独裁者 这个世界上的英雄们 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领袖们 所有的国王 所有的女王 都要向他屈膝下拜 我们有一个选择 你是现在就把主权交给他 还是将来呢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总结的里面 为什么圣诞节是特别的呢 是因为 我希望今天早上起来 能够把这个讲清楚给大家 圣诞节真的是特别的一个节期 神来到这个世界 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的一个清楚的原因 就是他要来为你我死 为偿还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所做的 因为他把他的生命 现在十字架上 他成为我们的主 他有了这样一个荣耀的 新的名字 今天导致起来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留在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留给大家 他是你的主吗 你有在他面前屈膝吗 你有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吗 你有认为他是你的主宰 他是你生命的主宰吗 在圣经里面 有清楚地记到 在将来的某一天 每一双膝盖 都要向他下怪 在那一天 那些不信的人 也要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的祷告是 到那一天 我们在现场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 把荣耀归给他 都称他为我们的主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总是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你来到我们当中 天父我们特别地感谢你 今天让我们能够宣称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能够跪拜在你的面前 谢谢你 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借着第一个的圣诞节 来告诉我们 你是如此地爱我们 我们今天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来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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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